刚才提到的内银和内房 其实有一个板块也挺残忍的 这是投资者的问题 所以他就问中国平安 二三一打 他也挺不开心的 我相信他 因为他第一手买入价就是91元 然后他说 好了 见到他跌了 73元就再购那次货 对了 都见到感觉上都挺无奈的 他就想问保险股 特别是中国平安 那个前景是怎样呢 他说应该是等待 还是说现在应该先沽了他呢 就要考虑到底是一个短线 还是一个中长线的保处 这些股份这么大型 也是基本面来说 没有太大影响的时候 一个中长线的投资价值 其实一直会存在 只不过在近期来说 恒指的表现都相对上是差 平安都是其中一只的 蓝筹库的权重稍微高一点 这样就会形成了一个沽额 我觉得如果你说短线部署的 可以先看68元这个位置 如果不是连续收低过68元的话 现阶段来说 存定的机会都是比较大 可以看看有没有机会 能够连回到78元或者80元的位置 才考虑沽出部分的股份 至于一个中长线的投资价值来考虑的时候 我觉得现价可以继续继续 就算调整多2-3元的时候 百分比来说其实也不是很大 可以耐心点去收一收 所以我们再看新冠写的 和别人之间相对 就算是什么 点击什么 这个团队 最后 我 我 你 我 因为